观众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多个大乐中,奇拐奇人,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优秀 就像大师说的,他们的天赋实在是太优秀了 无论单说谁都是无可挑剔的 特别是最近在众人都说呢 混踪没有第四魂环后,那真的是只能用台湾的行为吗 在上两株的军事中,我们看到了马虎军奥斯卡 都得到了自己的第四魂环 加上最早的戴木白,就等于是已经有三人获得了第四魂环 在上中快结束的时候,我们看到了分身鬼虎的登场 虽然还没开始,进度条就坚持不住了 这只分身鬼虎是朱竹筋的第四魂环,贡献者 并且还给朱竹筋带来了一项非常特殊的魂迹 那就是佣名影分身 也就是说当朱竹筋使用这项魂迹的时候 可是同时出现多个朱竹筋 这是什么概念,那不是等于 戴木白可以同身有多个老婆 只能说当戴木白才已经知道朱竹筋的魂迹效果后 那毫无疑问的回答开花了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大家知道朱竹筋上有几个十万年魂环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